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 然而近期,以明令禁止销售的水果味电子烟却乔装改办,再次现身 在某社交平台,就有不少卖家正在隐秽宣传此类产品 记者随机咨询了一位卖家,对方立刻发来产品图片 图片显示,这款产品的外形酷似奶茶杯,有西瓜、老冰棍等多种口味 价格在55元到168元不等 而它们都含有尼古丁,也就是俗称的果味电子烟 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厂家信息时 卖家声称自己就是生产厂家,保证正品且一直有货 在另一社交平台上,甚至有奶茶杯的专属超级话题 话题中全部都是求购、售卖、交易信息 大部分卖家都表示,要的家私人聊天账号私聊 对此,专家表示,此类三无电子烟泛滥会导致多方面危害 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危害更是值得警惕 未成年人保护法一定有明确的规定 不允许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他们就钻了个空子,不直接叫电子烟 叫什么空气奶茶 主要销售对象是面向的未成年人 对中小学生的诱惑力特别强 青少年容易染上烟 慢慢地成为传统烟面 这种都是些三无产品吧 没法核对他的出厂的厂家 然后他的到底是什么标准 至少这个口味上他是违反这个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就是禁止出烟草口味的各种添加机的加入 那他们这个肯定是加了 2022年,电子烟管理办法 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相继实施 律师表示,在多重禁令之下 部分卖家仍用套路售卖三无电子烟 可能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 售卖三无电子烟或者明知不可售卖仍然在销售的行为呢 违反了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等相关的规定 可由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 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 并处违法销售产品 获之金额50%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呢,吊销营业执照 这种行为还可能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的 销售金额在200万元以上可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此类三无电子烟大多是小作坊式经营并且藏于暗处 专家建议,相关监管部门应追根溯源 查找不法生产厂商予以整治打击 社交平台应及时封停存在销售电子烟行为的违规账号 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国家烟草专卖局,市场监督局 这样他们应该确实履行责任 比方说网上的销售,这应该立刻来进行 这是一个重点 绝对禁止这种有诱惑力的口味的 有害的电子烟进入到未成年人 我知道我们在此时间 你不招劳力的口味 给毛专家 等一 quando排阅 再拿 housing 可可 墙 再拿来 按换 感兴趣的口味